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變盤的機率是一半一半 所以用保護會比較快 我個人認為是這樣子 你像大家統計過去的10年好了 說6年有變盤 4年沒變盤 上一次也是說會變盤 現在去年也說會變盤 結果也沒變盤 我覺得主要的一個原因是 因為中秋節 它是在整個一個 8月份的農曆15號 對不對 你到了9月份的過程 它剛好是第三季的 最後一個月份 其實所謂的變盤 節季的變盤 它大部分的原因 都跟那一個時間點 它發生了什麼事情 它比較容易去變盤 譬如說中秋節 大部分都會在9月 9月就是第三季的 最後一個月份 本身來講的話 像蘋果它剛好是在9月 發表新機 這種發表新機 它永遠都很容易出現什麼 譬如說利多的出鏡 或是整個在這種過程中 整個第三季 是電子的最旺的一季 高點容易出現在第三季 所以它會不會變盤 最終的一個部分 我在之前就跟大家講過 是現在裡面的電子產業 你能不能夠去反映 明年的獲利跟營收 因為在去年 從9月份之後的一個上漲 它就是在反映 今年的獲利 去年的9月 像台積電我給大家看 台積電憑什麼 在今年的1月份 建最高點 大家看到了嗎 1月份建最高點 679塊 是不是就是從9月份以後 有沒有 一路在反映今年的獲利 今年獲利就是22 23 反映完然後再掉下來 一路到現在 我說如果你不反映 明年的獲利跟營收 以台積電它的一個漲價 它的漲價是在8月份 8月底 對不對 它給蘋果這一次的新機 並沒有在8月份的漲價 慢慢的蘋果新機從3% 3個percent 5個percent 這樣子漲價 第四季是傳統的旺季 因為蘋果 蘋果本身來講 它往往會出現的一件事情 就是今天晚上 台灣的時間清晨 明天的清晨 它會發表新機 那發表新機 蘋果的股價 基本上在發表新機之後 一定會跌 但是後續上面的漲與跌 它是來自於 它到底在市場上面 能不能夠得到 比原來的預估值 更多的人去買 它的一個新機 我覺得這一次很好 整個市場都不對 它帶有任何的期望 你看美國 以前美國在蘋果發表新機之前都在漲 這一次蘋果也沒有 大家就在怕什麼 其實蘋果的跌不是跌這個 它是跌它的APP 在之前給它抽佣抽很多 就有人告它 結果它失敗 失敗然後就跌了下來 大家也擔心說 蘋果在這一次裡面漲價會漲很多 所以會賣得不好 我就跟大家講說 其實蘋果在這一次裡面不會漲 像大家說的一直漲1萬塊錢以上 沒有這樣 不管如何 它本來就是要看它的新機的整個一個換機率 如果它換機很好 因為我們這一次台灣的蘋果也沒什麼漲 大家有沒有發覺到 我隨便做個舉例 紅海有漲到嗎 台積電有漲到嗎 沒有 所以蘋果個股本來就都沒有漲到 以前至少在第二季底會漲到8月 這一次都沒有 大家都沒有任何的期望 如果未來裡面能夠賣個優於市場上面的預期 它會產生年底之前第二次的拉貨 那個部分對我們台灣的一些蘋果個股 對美國的蘋果的股價就比較會正面 所以今天本來就很容易不會漲 蘋果過去裡面都沒有漲了 未來裡面能不能夠銷售 比市場預期來得更好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上官網 去訂一支 反正可以取消 就訂一支 看它什麼時候給你 時間拖多久 拖越久就代表 訂的人很多 對蘋果的銷售數字上面是正面的 所以我就跟大家講說 在這個時間點裡面 我希望投資朋友能夠去理解 我在這個節目講的說 如果每一年的第四季 台鬼股市會不會有行情 它的決定點是能在電子產業中 能不能夠反映明年的獲利 如果不能夠去反映明年的獲利 在今年裡面 大部分公司的獲利就是這樣 它已經平穩下來 大概就是這樣 如果能夠反映明年的獲利 如同去年一樣 多投市場都可以 那就是會在講什麼 竹夢 那個叫竹夢的行情 就是我明年賺多少 明年賺多少 那個時間點就會 現在因為投信非常的保守 你看它投信的買賣超 就非常的保守 所以市場上面 在台積電漲價之後 因為業內跟主力最愛的是什麼 IC設計 投信最愛的是什麼 IC設計 台積電漲價我說這個叫IC設計個股的現行劑 你之前裡面來講吃人家豆腐 你拿了一堆的訂單 然後賣的高高的 然後庫存多一堆 你在台積電一次到位 漲價之後 他就會去決定 我用之前的低價的庫存 我先不要下訂單 這個大家就是說砍單 其實這個是來講 避免從戶下單的一種方式 砍單是說 我本來認為有這麼大的需求 就後來沒有就掉下來 我覺得台積電是逼大家 把你之前的庫存去做調整 因為你現在去買這種高價的 金元代工也沒有意義 你就先去用自己本身低價的 然後把所有的庫存 因為像法人看的台北股市裡面的 電子個股很壞 我剛才就跟大家講說 主要的一個原因就是 他現行了 之前在整個比較低階技術的 一些的公司裡面來講 他就現行劑了 他就開始去用 他自己本身低價的庫存 就不下那麼多的訂單了 他說市場就說砍單 就是這樣的一個邏輯 所以我說你IC設計個股的選擇 你一定要選好 因為你一個操作不對 它就是豬洋變色 你現在裡面能夠去了解到的 就是台積電它明年一定會好 他說長期之中 你必須以先進製成為主 因為先進製成不會重複下單 他幹嘛要重複下單 他又沒什麼漲價 我就跟你講 大家都說漲10%不是這樣子 他3%漲漲漲 5%然後漲漲漲 10%是他最終的一個目標 所以先進製成 不會有重複下單的問題 所以我說你長期之中 應該用先進製成 什麼叫先進製成 台積電叫先進製成 成熟製成 大家之前都說 公不應求 現在呢 他現在就看大家來講話 在開始 重複下訂單了 不重複下訂單了 他就會開始 有一些公司本來缺料 就不會這麼缺了 對不對 然後產能也拿得到 慢慢就會產生一個很正常的 你還能夠去買這麼貴的 成熟製成的晶圓的部分 這個部分 就不是叫做什麼 假性需求 就不是所謂的重複下單 所以它需要一個時間 所以我才會跟大家講說 如果從台積電漲價效應個股裡面 你一定要了解到 它最上有就是IP MRE 但是大家現在變成說 所有的IC設計只要做IP的 MRE的都是好的 我覺得這有點太過了 因為不是所有的MRE 跟IP服務的一些IC設計公司 就是IC設計公司的上游 通通都是按照金圓代工的價格 乘以Percent數乘以數量 不是這樣子 有些是Case by Case 譬如說你跟我談 你跟我這家IC設計公司談 你幫我做這方面的技術 設計服務的部分 我給你這個Case多少錢 所以你一定要去慎選 我不想點名說哪些的公司 你一定要去做慎選的一個部分 是有些的公司 它根本按照金圓代工裡面的 漲價的Percent數裡面的 抽的比例上面沒有純度這麼的高 這是大家自己去做留意的 另外一個件事情就是說 在這種時間點裡面 我們也可以發覺到 現在大家整個市場上面一片 我說因為當你的投信 比較保守偏空的時候 內支比較保守的時候 它就有整個檯面下的一條線 這一條線 就是Undertable的這條線 它就會連到一些業內 連到一些的主力 連到一些的一個所謂的 財經媒體上面的人的一個看法 我就偏空的言論上面是很多 譬如說在今天就跟你講說 美國11月份 廢的要收縮債券的規模 怎麼樣 市場會怎麼樣 現在會停滯性的通膨 會怎麼樣 講得很可怕 最好他就知道說 一定可以停滯性的通膨 停滯性的通膨 你知道要多久的時間 才能夠確認嗎 日本在之前的停滯性的通膨的確認 花了10年到20年的時間 他才確認一個停滯性的一個通膨 我講這部分就是說 大家要先了解到 我們就以目前已經確認 歐美兩個市場 台灣第一個主要是美國市場 過來是歐洲市場 中國大陸跟我們是相輔相沉對不對 我們先來看看歐洲市場裡面來講 因為我這樣臨時看不到所謂的德國的股市 就臨時裡面跟大家講 因為歐洲市場都一樣 我們來看一下歐洲市場 我們就以整個法國 法蘭克福的一個指數做個舉例好了 因為它都是歐洲市場 你知道歐洲市場 你看他們現在 我們台灣的經濟狀況會比歐洲爛嗎 第一個是不會 你看它相對的高 第二件事情 它這個低點有沒有看到 這兩天前的最低點 它就是宣佈要縮債 就是歐洲的央行 歐洲的央行就宣佈 法國還不是最強 德國的股市更強 連漲四天上來 所以我就跟大家講說 你要看他們的一個縮債的規模 第一個他們歐洲的央行 是說我的縮債是因為我的經濟已經復甦 但是我的升息短期之中你看不到 你覺得美國會不會這樣子 我覺得美國也會這樣講 就是我的經濟狀況裡面來講的話 沒有像之前這麼差 可是它又礙於 現在原物料的價格太高 它希望換個字一下 我們說用嘴巴來做 護原物料的一個價格 所以它原物料價格太高 它後面有一個新的基礎建設 對不對 在這種時間點裡面 影響美元會怎樣 所以我就跟大家講 我個人看法就是相信 我個人的看法 就是不會短期升息 所以這個部分才會造就出來 台灣股市裡面在最近 大家說為什麼高價個股裡面會漲 就像我在之前跟大家講說 你看那力旺 就是有錢人才買得動的 一張160幾萬對不對 180幾萬 它漲成這樣 3035的資源也一樣 IPNRE它只有漲這樣 因為籌碼是很決定 那為什麼最近整個資源又開始上來 你看 因為你要去放空這種高價個股 你要九成的資金 對不對 所以大家 我就說越是一般投資朋友 你買得起的 也是一般融券裡面來講 它可以比較能夠去放的 你看你融券上來了 融券上來了 股價就開始又上去了 所以它就是一個 多空基站的籌碼站 短期中中秋節的一個效應之中 它一定就會產生這樣的一個影響性 衝上去大家就有點怕怕 長價效應想要賣 它很正常 那配合到技術面 現在的季線 現在的季線是不是要扣高 所以季線之上 到之前的17633 因為你要衝過去 假設你是要真的衝過去 你的KD指標沒有在高檔 你就需要放量 所以只要是量縮的過程中 尤其在衝關的時候 你就是不可以追 站在技術面的角度 你就是不可以追 這是最簡單 如果大家 像大家剛剛講那個 大家都很清楚 假設美國是要在11月份 去收縮債券的 美元要去做轉強 你覺得新台幣為什麼這個樣子 今天目前小升0.004 我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大家都想法是像你說的 這個是停滯性通膨 這個資金要從整個股市撤出了 你覺得台幣會怎麼走 外資早就太好跑了 這個新台幣就開始變 所以我覺得新台幣 可能就是一個區間 不會一直升值 我之前就講 大概就27.5 28.1之間在那邊跑動 因為你現在就算你收縮債券 你的新基礎建設 難道你美國的財政次資 不會再擴大嗎 會再擴大 所以你現在馬上要到美元很強 我覺得還不到時候 它就是一定的一個部分在那邊飄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時間點 你要知道說 我們可以發覺到很多的個股 它就出現了不同 就像在最近裡面有投資朋友問我說 明明就是航海王運輸個股 它的本益比是比較低的 鋼鐵個股的本益比跟散裝比較像 比較高一點 為什麼到今天裡面貨櫃個股 還是沒有辦法很好的表現 我們等一下裡面來講會告訴大家 所以我剛剛就跟大家講過了 其實台北股是在目前 它就是分成價值型的投資 跟趨勢性的一個操作 所以你在這個時間 你就是應該要兵分兩路卡位 就像我在之前講台積電 600以下每5%到10%你買一些 這叫價值型的投資 台積電600塊錢 這個叫做什麼 趨勢性的買進 對不對 中鋼35塊錢以下 叫價值型的投資 中鋼占上38塊 叫做什麼 趨勢性的買進 這本來就是隨著大家的不同 你的資金狀況不同 你會有不同的操作的邏輯 那一樣有錢人的操作邏輯 也跟你不大一樣 因為它會分成 我這筆錢要怎麼擺 我是擺在安全戰勝定存 還是我擺在趨勢隊的產業 這也是跟他們的個性上面有所不同 所以在這時間點裡面 我還是建議投資朋友 你這個時間點 你應該兵分兩路 你有價值型投資的卡位在 你有趨勢性投資裡面 責強勢買進的一個策略 我們等一下裡面進一段廣告 再從鋼鐵人跟航海王 幫大家去做一些進一步的分析 你好 歡迎回到股市全方位 其實我們剛剛有跟大家講過 其實電子產業上面而言 它產業的能見度上面來講 它就集中在少數族群 剛剛有談到IP的一些公司 就像我們剛剛談到資源 我沒有叫大家再去追資源 我就跟大家講 資源如果你以它今年的獲利3塊多 你會覺得110幾 120幾差不多了 但是明年的獲利上面來講 它如果可以到5塊它就有空間 就像我看ABF一樣 ABF裡面來講 在最近的法人有開始全新的報告 像星星它今年是6塊多 明年是9塊多 像景碩在今年是7塊多 它變追上來了 明年來講的話是10塊12塊 南電在今年是15塊16塊 明年是28塊 所以你如果以今年的獲利來看ABF 你也覺得差不多了 可是如果以明年的獲利 它就還有空間 所以像這種都是趨勢上面去留意的 就像第三代的半導體 問我在之前 從整個一個漢壘70幾塊錢 我就跟大家講過 你問我第三代半導體有沒有賺錢 我就跟大家講不會賺錢 碳化系 碳化系二極體 或是整個淡化甲都一樣 它都是要明年上面來 淡化甲的部分主要運用在5G 碳化系的部分比較運用在車用 這是大家自己留意 就像蘋蓋個股裡面 它就兩個賣點 蘋果這一次iPhone 13就兩個賣點 一個就是夜間攝影 AR 就是這樣子 所以大家自己去做留意 光達的部分 鏡頭的部分 這一方面有沒有意見 另外一部分的電子個股裡面來講的話 未來如果第四季還有旺季的話 我覺得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衛星囊 衛星通訊的部分 這邊裡面你就鎖定在 整個網通的族群 可能會比較穩定 網通的族群會比較 因為PCB可能跟蘋果有點關係 網通的族群我覺得 因為它之前機器夠低 你自己留意 當然有人清點是台陽 問題是台陽今年本益比太高 我個人認為台陽起機 你自己留意 這是你自己可以留意 但是第四季它應該是旺季 但我要講到整個鋼鐵人 跟航海王的一個部分就是 大家會覺得 明明本益比就這麼低 35塊到40塊錢的EPS 你明年就算腰斬 甚至打三折 你這個價格上面來講的話 還是不會很貴 對不對 問題就來了 我剛剛為什麼要談到第四季 忘記網通的族群會上來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們第四季是淡季 11月份之後本來就是淡季 現在大家我跟你講 就市場上面比較悲觀 當你的融資的水位 比較高的時候 它還是容易修理你 所以你就看這條半年線 能不能夠守得住 另外一部分 為什麼鋼鐵個股 因為我也只有跟大家講中鋼 我沒有跟大家講其他 因為中鋼之前的讓利 下游的公司會比較好 但是他現在裡面 如果回到他自己的身上 他的獲利會比較好 這是第一點 第二件事情 只有中鋼已經跟法能講 我們明年要高配息 你的貨櫃個股 望海 長榮 陽明 買了一堆船 你知道一隻船要多貴嗎 所以他賺很多錢 但是問題是他也買了一堆的船 所以你到底要配多少 我覺得可能貨櫃個股公司裡面 要去跟法人講 講會比較好 不然的話你的股價裡面來講的話 就是你雖然本益比很低 但是未來 因為你明年的獲利跟面板一樣 不會比今年更好 他就會產生很大的賣壓 尤其你的籌碼 其實這個籌碼的穩定度 不夠的原因是 你知道當衝不一定是向上衝 他有時候會向下衝 那個賣壓很多 外資也一樣 有些是假外資隔日衝 你看他昨天買了 可能今天就衝掉 他會非常的麻煩 所以我覺得鋼鐵人 做中鋼或是跟整個 一個貨櫃個股裡面去比的原因是 貨櫃個股他只有跟法人講說 我明年會配的比較多 你廢話 你今年沒有配 因為過去都是虧錢 只有長榮配一點點對不對 你現在買了那麼多船的過程之中 你到底還可以配多少 你自己要講 其實我覺得貨櫃個股買船也沒有錯 因為你之前都是租的 你租的你要耗費很多錢 你現在都是自己的船 基本上而言就比較不會像過去的 EPS上下的起伏這麼的大 而問題就是他們就是景氣循環股 我們其實在股市上 為什麼法人會對這一塊這麼悲觀 或是面板 因為面板也好 或是整個一個貨櫃也好 他過去就是沒賺過這麼多錢 他突然賺這麼多錢 他一定會預設他明年不會賺這麼多錢 這一定對 問題是什麼的價格比較合理 就像鋼鐵個股裡面的中鋼 其實論本益比他比不上貨櫃 可是因為他的獲利預估值 是從3塊半 我在之前就講了 因為之前我就跟他講 35塊錢以下 叫10倍本益比3塊半 然後變成3塊7 有沒有後來發覺 他怎麼在37塊錢附近就直穩了 現在又變成4塊3 4塊3大家又有法人又說 4塊3你過去可以配7成 因為他們說高配息 7成 配3塊 他就說資律率很高 其實不要抓這麼高 我個人認為抓2塊2塊半合理 主要假設2塊2塊半 就40塊錢以下 就是5%的資律率 這對 我剛剛就講 有錢人的思維就會不一樣 貨櫃個股為什麼有錢人不敢放 因為他不知道 面板也不知道 面板也是說你會高配息 但是他也沒有講 你說面板跟貨櫃都發生同樣的狀況 就是你沒有講 你可能配多少 所以鋼鐵的中鋼反而敢預估 敢預估 然後再加上鋼鐵 它基本上第四季是旺季 就像我剛剛在講說 你如果在之前裡面來講 你一定覺得鋼鐵人跟韓國王不分開 可是因為來自於整個景氣循環 它就會產生不同 它就會產生不同 因為我跟大家講說 為什麼大家很不會做傳產 因為不懂得利差 我在之前就講說鋼鐵人 不是按照鐵礦砂的價格 鐵礦砂跟焦煤是成本 你看在最近水泥個股為什麼漲 因為焦煤在漲 它的利差是縮小 可是它可以漲價 傳統旺季也是第四季 水泥也是旺季 有些人去買銀行個股 就是預備什麼 預備後年可能會升息 所以這都是來自於不同的狀況 所以我就跟他講說 你要趨勢性的一個投資 你就責強買進 買進我說缺貨漲價 消費個股 第三代半導體就是這樣子 然後設一個停利停損點 你要去做價值型的投資 你本來就要去忍受寂寞 你忍受寂寞 幫你500多塊錢的台積電 你那時候買 你要8個月的時間都不動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 大家一定要知道 兵分兩路 價值型投資跟趨勢性的操作 本來就不同 你要跟上鼠方在未來裡面來講話 兩個階段式的一個操作 你就趁著廣告時間點 打電話進來 跟著我們一起價值型的投資 跟趨勢性的操作 本公司與分析師 所推薦分析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